你怎么练一下 我没事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多休息 怎么会那么不爱惜自己啊 医生 他到底怎么了 医生 丁总 你请回吧 我要休息了 医生 他到底什么病 丁总 我要休息了 别等了 许某城应该不会来了 你不是说他来找你的吗 是丁文孝请他帮忙来找我的 相信你已经把结果告诉眼下了 那好 还请丁总把新放回到DI集团的上市上 至于他的离职交给我来处理 时间也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去 明天公司见 你是病人家属吗 不 不 那你就是他男朋友吧 你也太不中意了 你女朋友是因为劳累过度 肝功能异常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有可能会有可能会引发肝功能异常 该不会又是这个问题吗 你家留下的咖啡店 也要关门了 我讨厌山雨天 讨厌你说谎 我知道你不喜欢炎夏 但你也没必要在公司的股东会议上 提议和炎夏比赛 只要是公平的比赛 就不怕被人输 怎么 你担心我会输吗 站在公司的立场 谁输谁赢并不重要 完成迪爱的上市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设计 能和炎夏的设计相结合 那么我相信 后两季度的业绩绝对没问题 只有完成迪爱上市的目标 温笑才能真正属于我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好放松啊 终于摆脱 我剽窃的罪名 那我的罪名呢 你什么罪名啊 偷窥狂 偷窥是惯性 如果想摆脱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心耳恭听 首先 你要试着相信别人 如果 你还能时常保持微笑 又可以相信别人的话 那你算得上十分完美了 你这是在损我还是在夸我 那就要看你怎么想了 不过 还是要谢谢你 当初 要不是你让我签下那份合同 我也不会有去迪爱学习的机会 丁总 我会遵守比赛规则 尽快去公司办理离职手续 丁总 好 再见 丁总 放心 我不会因为这点挫折 就放弃自己的梦想 我会坚持自己的信念 永远力争到底 永远力争到底 好 好